汽車旅館內大批員警團團包圍 只見男子表情痛苦 救護人員緊急替他爆炸傷口 一旁的黑衣女子乖乖配合 交出犯案刀屑 涉發在新北板橋管前西路 二十七號凌晨 二十四歲的蔡新男子 基於三十八歲省性女子的美色 打電話詳約到汽車旅館 除了要歸還兩萬元債務 還想意圖不軌 沒想到省性女子氣詐 偷偷找來三名債主赴約 等蔡新男子開門進房間 發現遭到設局 雙方爆發激烈口角 這十一名亡性債主 拿出遇藏的折疊刀 揮舞恐嚇 蔡新男子上前奪刀 過程中腹部殘遭化傷 索性送以後沒有大礙 警方貨爆到場 逮捕省性女子等四人 並起貨安非他命 收支虎及折疊刀等武器 全案以毒品 妨礙自由 傷害 槍炮等罪送辦 另外也發現受傷的蔡新男子 為通緝犯 後續將依法解送歸案 而同樣深夜砍人的 還有這一件 啊你是什麼啦 尤其貨爆到場 只見男子手腳都被砍傷 現場血跡斑斑 但犯嫌已經不知去向 而衝突原因 竟是為了一位女人 28號凌晨一點多 張姓男子與陳姓男子 因感情糾紛 爭鋒吃醋 兩人相約 在新北板橋 一處民宅談判 過程中 雙方火氣越來越大 陳姓男子竟然就拿起刀盔砍 張姓男子 左手及左腳 遭到力氣化傷 意識清楚 沒有生命危險 目前警方已調閱 周邊監視器 群線追起陳姓男子 希望盡快抵清案情 則是情敵談判破裂 一個送醫 一個禁警局 恐怕只會讓心疑的女生 必而遠之 這位王志文成貴 新北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 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